BLACKPINK高雄開場 九萬張門票秒殺 很多人進不去 上網買黃牛票 加價再多都要看 但有粉絲同樣上網買 卻疑似遭到詐騙 PO出警局報案單 提告詐欺 說自己首次買演唱會票 卻搶不到 上網發文求票後 收到一名李小姐私訊 於是花了三萬五千二 買四張票 又花了三千買應援手登 期間因擔心受騙 還不斷要求對方提供證明 但對方不斷用話術取信 最後甚至稱朋友 沒留到票要退款 但前提是買家不能提告 雙方不歡而散 退款也拿不回來 受害人高達二十三人 被騙金額五十多萬 消防官就要學 第一步要立即報案 凍結賣家賬戶 並要求包括票券 應援手登 甚至因無法去看演唱會 而取消的飯店 車票都要求償 他會面臨到被沒收定金的損失 這部分都是他的損害 都應該可以求償的 而不是只退票的錢 那這個賣家相當不像話 那應該是詐騙的行為 民眾可以向法院 依照民事債務不履行的法律關係 要求要解約或是賠償 黃牛票一堆 網紅催眠的老公 也被網友爆料 三千八的票公然用兩倍價賣 被質疑是黃牛 還笑別人沒錢 消保官提醒 網上購買二手票 轉售票 先留對方手機 而且別一次把錢付金多層保障 以免花大錢偶像沒看到 冤枉錢卻花了不少 靜心五零新領域者黃傑草島 立刻下載靜心微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